你好 今天介绍 常疾人住社福机构的痛苦性生活 性生活篇 一个人中风 全家人发疯 你一个人中风 这个人如果说要把食把料 要私人的话 就叫人 就带在家家请特 有两个方法 一个请外籍看护 一个就是送到社福机构 社福机构是很痛苦的 老婆也离开你了 你要连 射精打个手枪都没有办法 各位 常常人一样有性生活的春天 因为 你两年三年你不射精出来 你会得到 什么病呢各位 社护腺肥大 社护腺肥大后 就会得到肾结石 医学报道 他就说有结石的困扰 甚至 有得到癌症 癌细胞的形成 就是 这个这个 所以说 特这个这个 社护腺癌 这是一连贯的方面 对不对 你不射精 你三年两年你痛苦万分 情绪不稳定 对不对 这个这个 正常没排泄 正常人排泄 一个礼拜要一次两次 常障人最起码 你半个半个月排的一次 有这方面的困扰 赶快去找密尿科 赶快去找密尿科 像记者我 就昨天去马沙基 去按摩花了一千六 打不出来 那我明天就要去看医师了 这是我的经验报道 好 好